大家好 這裡是要睡前面要上班 那今天趕快把找東西給找一找吧 今天是城市風景的61到65 我們就開始吧 一如往常啊 追求一次過關 嗯 我剛剛不是有點了 怎麼沒跳出來 真討厭 趕快點一點 這裏有一根草莓 我有發現 這次這裏有東西啊 真難得啊 這裏有個小麥麥子 最近怎麼說呢 好像比較容易感冒 也不能講最近 我現在就是 很頻繁來來去去的在感冒 我覺得蠻無奈的 這算是一種體虛嗎 應該是啦 身體不太好了現在 年紀大 然後 年紀大 我這樣講會不會太過分 就是年紀開始在長 然後又沒有 常常在運動的話就會變這樣 就是跟大家講運動的重要性啊 不然就會像我這樣 所以我現在這幾年 更容易過敏 也是挺無奈的 過敏啊 然後還有什麼 各方各面都是啦 反正身體就不太好 所以真的不喜歡流汗 可是你運動又不可能不流汗 真討厭 這比較像是在murmur 但是其實感冒也沒有多舒服就是了 就不會說因為感冒就可以 比如說不用工作啊 或什麼的 不可能嘛 感冒還是要工作 那每天早上起來 然後又身體不舒服的話 感覺更不想上班 就是一個完美的融合了 我自己取的這個頻道名 每一天都不是很想上班 但是為了活下去 還是要乖乖去上班 我在murmur什麼啊 沒啦 本來這個遊戲 前幾次我也不都這樣murmur 不然就唱唱歌什麼的 但我現在 喉嚨這個樣子也唱不了歌啊 就是講個兩句話 然後等下就開始咳嗽 等下嚇死人 現在沒有辦法一次講太多話 也還好啦 正常的交流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就算了 欸咻 這裡有一隻魚 我知道這裡有一隻魚 手撕 壓一隻哈 這裡有一隻魚 這裡有一隻鼻 哎呦 插的東西也太多了吧 插一个蘑菇跟一个空罐头 怎么说呢 一个蘑菇跟一个空罐头 蘑菇是红的 所以 我每次都看这个 打高尔夫的 蛮有趣的 找到了 被我猜对了 换头的话 因为到处都有可能出现 所以没那么好找 找到了 耶 没有用到道具就是开心 来 下一关 现在早越早越快 大概一关大约五分钟就结束了 这都是 用时间砸出来 对说到时间 我最近有想要玩那种 那算什么游戏 RPG 不算 总之我有在想要玩那种需要浓的游戏 可是它就变成每一集就比较无趣一点 你会变得比较单一一点 然后我又没有办法 就是我有在想玩那种游戏啦 但是那种游戏 但是那种游戏你的 它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比较古早乏味一点 然后 我又不太可能像比如说 文老爹那样砸钱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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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我也没那么没那么富裕 也不太想在游戏里面花那么多钱 说实在话 富裕不富裕的还不好说 现在问题是我不是很想在游戏上花太多钱 所以一般可能花个几百到几千 我觉得就是顶了 我老天那个都是用腕带跳的吧 我每次看他每次 就是全抽全抽这样超厉害的 我现在在推广其他游戏吗 游戏实况 游戏影片组 他真的好厉害 看他玩 就是你会有种爽感 比如说看那种网游文啊什么的 里面不都有那种超级 厉害的那种大佬 就是要什么要什么 新出来我就全要那种类似那种大佬 我老爹就是 他真的很厉害 杂杂的不得了不得了 之前我会特地去看他呢 那个满足一下花不起的那个快感 金钱买得到快感 可是我不敢买 太贵了真的 对他的印象就一直都是这样 我也不太确定 他现在还没有 我也一段时间没有看了 但是我记得我好像 有一段时间超爱看他 看他真的很爽 超爽 可以见一下 如果喜欢看那种类型的可以去看看他 脖子痛 那种类型真的我看得很爽 可惜我没钱我没有办法这样玩 不敢这样玩 不太敢把东西放 放在游戏里面 啊对对对 回过头来啊 我说游戏就是那种类型RPG 或者是 抽卡类的我觉得就算了 因为 因为实在是 现在大部分都换皮的 有点 砸不下去 有很多游戏 你可能才刚玩 然后一下就倒了 手游的 寿命偏 短 你再思考 就像我之前玩木色 他现在也 嗯 还没倒但是 我不能讲别人会不会倒 总之就是他好像没有什么太多新的把戏 新的玩法 我前几天 因为有人问我那个 他里面有相册 然后要去解锁相册 然后就问我有一个大象的相册 怎么办 我就完蛋了 我当初演后来就没有拍之后 我就删删游戏我就退油了 我就没有玩了 然后回去看 想着回去看一下还有没有存在 就是我之前已经找 找过的那个相册本 他发现说他要叫虫找 算了 可是虫 我就说没有在玩了 算又虫玩了一天吧 就看一下 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就是退油也半年多油了 没什么变化 就觉得算了 没有变化我干嘛玩 你当然要有一些spatial的东西 我才会觉得我特别想玩 诶 一次过耶 不错不错 有一些东西你要有特别或特殊 或者你要一直出新的 可是一直出新的等于 就是以前 我过的辈子是一直出新的 然后就是每一个东西都要重 重新弄 就是你要重新去砸 重新去弄 我也觉得这种真的是很痛苦 之前后来我们那一些盟友 完了那叫什么妖盟 对应该叫盟友 也就走的差不多了啊 走的十有八九的 然后当初的克金大佬们也都走过了 然后剩下就是当初讲话比较少的蓬蓬们 这真的搞到之后 比较少讲话 然后默默在玩的会玩的比较久 当初原本也不是 也不是说 非常爱他 但是我也玩了一段时间 也砸了一些钱 因为 这种游戏啊 它的本质就是要赚 然后每一次活动啊 都差那一点一点的 就会很烦 这差一点就会想花钱 他把人性真的是拿捏死死的 我相信当初一定有人跟我一样 也不讲什么 这里没有人玩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就是 当初跟我们那个同一个团体 同盟的里面有人就跟我一样 就是每一次活动都砸一点点 就是拿到类似 保底嘛 也可以算是保底吧 他就一直在出衣服啊 衣服就很喜欢啊 有衣服就想要啊 为了凑满 衣服大部分都是有 有头 然后衣服 就是头饰 头发 然后衣服 还有一个武器 大部分都这样 你不是一整套的就不好看啊 所以就会想凑一整套 就变成 几乎每次活动都要花一点点这样 我相信他光这样子 也可以赚不少奇奇怪怪的钱 那有钱就是一步到位啊 我这种没钱就是慢慢存慢慢臭啊 但是那也不重要啊 那就是当年啊 那个当年好像叫去年 那就是当初的我 对不要讲当年 当初的我 我就觉得这种游戏其实 玩九楼梳木色这种游戏 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换皮的 可是为什么他妈可以一直出一直出 然后就一直找代言人 然后就 就是找很大咖代言人啊 我想一下最 诶 那个长安养神记哦 不是找林心如吗 类似这样 然后 之前好像还有找台歌献歌的 对不对 好像你约有记得这些东西 就没什么印象 但是我隐约好像有这件事情 对啊 那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找 因为他们很好赚啊 不是说厂商很好赚 他们就找一些名人来代言 然后挂名 就直接有些 他们的那个 游戏的logo logo 不叫logo 那个游戏的大头贴 大头像 就直接拿那个人的脸啊 之类的 一大堆啊 木色穿成也是啊 是找那个 陈一涵嘛 所以 就代表真的很好赚 他们才一直换皮 一直出 一直出 啊因为 有人就是会买单嘛 对不对 那这种游戏其实玩多了就 也就如此了 其实你很多 进去之后你没多久你就知道他的套路是什么了 真的不用太久 套路就没得一清二楚了 就取决你要不要被骗 啊不 你要不要被 你要不要跳下这个套路而已 大部分的人都说实在是什么 成年人呢 大家要花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啦 就是 对啊 就是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要不要花都是自己的意志 想花就花 不花就不花 毕竟你卡刷下去也是你自己的卡 又不是人家逼着你刷 是怎么觉得啦 想刷就刷嘛 想花就花嘛 他就是 量力而为啊 量入尾处嘛 我现在怎么在讲这种话 这一边蝴蝶箭 差了一瓶水 就一瓶水 大哥 你卖脑哦 一瓶水呢 一瓶水呢 完了一瓶水呢 藏在哪个地方 好像挺多地方都可以藏水的呢 欸 刚好可能有猫经过挡到了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发现它 所以说到最后呢 我想玩就是那种 比较干一点的游戏 但是干一点真的 我的干是只爆干的那个干 但是它的问题点也很明确 就是它会显得无聊 如果天天拍又显得无聊 可是我其实真的需要非常大量的时间 就是看情况啦 还蛮喜欢那种浓的游戏 不要讲干叫浓好了 我很乐意去浓 没说实在话 浓过好多好多游戏 我都把自己要什么 叫做仓鼠戏 因为我有时候操作也跟不上 但是我很乐意去存东西 可以花时间去浓那些东西 是浓过好多游戏 但是也好多游戏都倒了 向来也挺难过的 以前有一个游戏叫什么 有一个我玩了好久的游戏叫 叫梦想星辰 就是一个换装游戏 然后可以种田换装 然后一样打比赛 所以大概就是 想一下啊 它刚一应该像是梦想小镇 应该玩过吧 就是那个种田的那个 种田养牛那种梦想小镇 就是 加 大概 起机暖暖那种概念 它也是换装类型 然后很多很多很多的衣服 然后要打比赛 就是每季还是每 多久就会有 比赛 然后要去想办法打比赛 然后看能不能赢 然后可以拿到衣服这样 这个游戏我玩好多好多年 我没记错的话吧 我记得真的也有玩几年 有了反正就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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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到底为什么 也差 它的问题点其实也是一样 它其实也是要花钱 但是它的衣服真的很好看 嗯 超喜欢的 那时候有一段时间 大家真的很疯狂 我的大家是指 我汤桌那里面的 好友们 那个到底叫联盟吗 那好像不叫联盟 那叫什么 家族吗 好像是 好了没关系 总之就是 大家里面都很疯狂 然后也是一样 该花钱再花钱这样 那个游戏我也花过钱 嗯 也同样的问题 为了可以凑到 更多的衣服之类的 就会花钱 然后后来就倒啦 对啊 最后的我 不是不想玩 是它已经倒了 那个可能花几千块 应该至少啰 我也不知道花多少钱 就慢慢慢慢的花 就刷卡吧 说来挺无奈的 刷来刷来刷来刷 反正这些游戏默默的 就会消失 但是你在那个当下挺快乐的 然后臭了好多好多好多的衣服 真的臭了好多的衣服 那衣服的那个画风 我真的挺喜欢的 可惜了 那个游戏已经没了 我当初在它要关起来之前 还努力奋斗 把它的那个里面啊 我有的衣服 还有它一些活动的衣服 我没有抢 没有拼到的衣服 反正它都没了 它都要没了嘛 就把它全部截图截下来 做我纪念之用 现在想一想就蛮白痴的 我怎么会这样做 可是当下就觉得说 我玩了这么多年了 我不把它给截下来 不截图记录下来的话 我以后一定会忘记 我曾经做过这种事情 真的 相信未来 我一定不会相信 曾经的 我居然干过这种好事 很努力的当初 然后因为它有种菜嘛 你要种菜的话就 开新农场 你要种菜的话 所以你就一定要记得 比如说多久 你要记得去浇水灌干 然后还要小心被偷 类似这样 对对 它种菜 好像卷心菜是不是 然后还可以做 就是类似恢复体力的菜 好像是这样 然后你要小心 不要被偷这样 然后还要施肥 浇水 然后每一天还有 每一天的任务 还要去别人家 要浇水施肥什么的 几次这样子 就几次内会有奖励这样 真的好好笑 然后你还要什么互动啊 人与人之间互动 人与NPC之间的互动 然后还有 你会 等级慢慢上去之后 你可以开 很 不是 不是你可以开 你必须要开 很多楼层 然后你就每一楼层 都要去做装饰 然后它的装饰 就是那种家具 也是有 那个戏 比较系列 叫做有 属性 有属性 对 就好像有时尚啊 温暖啊 什么的 可爱啊 然后就有一套一套的属性 然后你去打比赛的时候 那个属性也是很重要的 我记得好清楚 当初还有那个属性克制 克制度 然后是 什么样的东西 它还有那个 属性组合 对对对 我突然想起来 它就是比如说组合 比如说 要单人双发 加双人沙发 再加一张床 假设这样啦 其实我没印象 但假设这样 它是一组 如果你这三个都有凑到的话 可能属性还可以再加20% 类似这样 所以你去 那些 装饰品 你这些家具 你要一个个去臭耶 很疯狂耶 然后又好多层楼 就好几层 我真的没印象几层 但是每一层都要臭 然后它有一些很好拿 一些很难拿 你要去臭它 真的是好疯狂 好疯狂 越想越疯狂 花好多时间在研究这个东西 那之前有一个最经典的 叫做什么 冰雪 很好拿 但是它给的也属性不是很高 但是它很好拿 很好凑齐这样 无课或几小课都可以拿 拿满 拿好拿满 然后 还有那个 夫妻婚房 也可以纳入占粒子里面 那婚房里面你也要想办法凑 反正就是它 各种东西 都有 各种的组合 组合权 组合对 然后你只要能够凑其他的组合 你就可以获得更高的属性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如此 但是你要真的全部凑到其实挺困难的 当初真的好努力 花了很多时间在玩 那应该是大学的时候吧 大学真的就是出社会前最快乐的日子 现在有深刻的感受到大学的时候也有痛苦的地方 就比如说你要你要去考试啊 就是考 我是不是考这些证照或职业类型的东西 然后 哎呦你要 比如说音简啊什么的等等就是为了可以找工作的一些东西 花很多时间 你当然要这些要读 可是你在读就是很明确你就是读这些东西 你不像现在出社会之后好痛苦啊 你每一次要求的东西都略有不同 可是毕竟大学你是花钱去读 啊现在是别人请你来工作 好了还是不一样 唉 我在做催眠了耶 我的天 每次在玩这个游戏 我就是一直在疯狂的murmur 哦运气不错哦 今天基本上是没有用到道具的了 好了 那今天的找东西城市风景61到65就先到这了 我们剩最后三次就把这游戏给关了吧 哈哈 好 那今天影片先到这了 至于是要说请不要上班 谢谢今天的观看 谢谢